各位網友你們好,歡迎大家收看心靈雞湯這個節目 我是蘇維爾牧師 在今次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非常適切的問題 就是撕裂的問題 撕裂這兩個字是最能夠形容今天這個世界的局面 在香港有黃絲和藍絲之爭 在美國有pro-Trump和against Trump之爭 不單止發生在議會裏面 更廣泛在家裏、有貧當中、社會當中 甚至在教會裏面都是看到這個撕裂的現象 那時候是老友記 今天就因爲政見不同可以罵回 昔日是一個和諧的家庭 今天就因爲選舉總統的問題 而搞到大家互不溝通 昔日是同心在教會侍奉 但今天就因爲政見不同是互不往來 這場撕裂的旋風將我們整個國家、社會、家庭、教會 弄到天翻地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自古以來 意見不同是私空見慣的事 就算在家之內 各有喜好 各有不同的意見 但爲什麽這次會露到這麽大的撕裂呢? 究竟這個撕裂的大風波從何而來呢? 作為基督徒我們為什麽面對這個撕裂的局面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問題 但我試一下不是從一個心理學 或者社會學的角度 看這個撕裂的問題 而是從一個神學的角度 一個比較少人講的一個角度 來看看究竟今天這個撕裂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我們明白原因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看到我們怎樣去應對 今天我想跟大家去看一段的聖經 這段聖經是記載在《勞家夫人》第十二章 四十九節至五十三節 首先我們看看這段聖經 非常有趣但又很難明白的一段聖經 耶穌說我來是要把火雕在地上 假如已經燒起來 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嗎?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洗 在這事完成之前 我是多摩地照急 你們以為我來是使地上平安嗎? 我告訴你們是使人紛爭 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 三個和兩個相爭 兩個和三個相爭 父親和兒子相爭 兒子和父親相爭 母親和女兒相爭 女兒和母親相爭 婆婆和媳婦相爭 媳婦和婆婆相爭 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耶穌說三樣不同的事 第一,我來是要把火降在地上 第二,我當受的洗 現在還沒有成就 第三,家庭成願彼此相爭 父與子、母與女、婆與息、彼此相爭 表面上看來 這三件事沒有什麼關聯 將我們放在一起顯得不倫不類 但我們再細看一看 我們就發覺這三件事是很有趣的 第一,三件事情和時間性的問題 是非常大的關聯 第二,三件事都跟審判 尤其是神的審判有極大的關聯 我們就逐一來看看 首先我們看看時間關聯方面 耶穌首先就說 將火降在地上 究竟是什麼意思? 從時間方面來看 很明顯這件事情還沒有發生 是屬於將來的 所以耶穌就這樣說 他說 假如已經燒起來 不也是我所希望的魔 換句話來說 這件事還沒有發生 但是耶穌就很盼望這件事情 能夠早日發生 所以我們看到 把火降在地上 其實是講時間的關聯 是講將來的事 第二,就講仇勢 同樣也是屬於 將來發生的事 但是這個和 朝鮮所說的 將火降在地上 這件事有不同 前者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將來 用以為一個 distinct future 可能遠一點 但是受洗這件事 就不是那麼遠的事 是near future 所以耶穌就說 我有當受的洗 還沒有洗 在這事完成之前 我還事多摩地照給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是不久 將來所發生的事 而且很快就要完成了 前者 即是說那個火降在地上 耶穌很盼望他 快去完成 後者 耶穌是很心急等候他 很快去完成 最後 我們講講 相真這件事 相真這件事 是現在發生的事 不是將來發生的事 雖然在經文原文裡面 仍然有一個 future tense 一個所謂將來式 但是這件事情很快就要發生 所以耶穌就說 從今以後 就是從現在開始 家庭紛爭的事 就會發生 這件事 與耶穌之離 是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耶穌說 你不要以為我來 是叫天下地上派避 不是 而是紛爭 尤其是家庭上的紛爭 於是我們會問 究竟這三件事 耶穌說什麼呢 我們就要看第二個 很重要的課題 這三件事 都是與審判 尤其是神的審判 是有很大的關係 值得我們細細去研讀的 首先我們看看第49節 耶穌說我來是要把火雕在地上 假如已經燒起來 不也時我所希望的魔 火 是象徵神的審判 在猶太人的觀念裡面 尼塞亞的目的 就是去審判 正如馬拉基書第四章第一節 很清楚描述這個末日的時候的情況 他說萬鈞之夜話說 那日 即是尼塞亞光明那一日 所謂的day of the lord 那日臨近 勢如燒著的火爐 犯狂惡惡行惡的必如睡戒 就是那日必備燒準 根本知條一無全流 正如我剛才所說 那日是指到尼塞亞能夠一日 也都稱為主的日子 所以耶穌在第49節 就說我來要把火雕在地上 耶穌來這個世界 尼塞亞來這個世界 就去審判這個世界 但是很奇怪 他還沒完成 耶穌就是尼塞亞來了 甚至他多希望這件事會發生 但事實上仍未發生 仍然是屬於將來的事 旧約聖經就說 當尼塞亞來的時候 就會將火降臨到地上 現在耶穌就是尼塞亞 他來到世上 火依然未落 耶穌就說這是屬於將來的事 他很希望能夠早日發生 看來有些好像課不對辦 我們再看看耶穌給我們一個 什麼的理由 他說這件事是將來發生的事 就看第二件事 他說我有當仇的洗 還沒有洗 在這事完成之前 我是多摩地照給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在這個時候 耶穌不是已經受了施洗約翰的洗禮嗎 在三章二十一節 六個福音三章二十一節已經說了 如果你看看馬可福音 第十章三十八節 我們就會知道這個洗禮 其實是指耶穌的死 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八節 他就怎麼說呢 耶穌說呢 我所受的洗 就是跟他所說 我所喝的杯是一樣的 他所喝的杯 就是只要耶穌被釘十字架這件事 受死這件事 這個就是因為他被釘十字架 他就成就了救恩 但是我們會問 究竟這個和審判有什麼關係呢 洗禮和審判有何關係呢 很有趣 如果我們看看新約聖經 特別是兩段聖經 我們發覺到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新約聖經怎麼看這個洗禮 首先在哥林多傳書第十章 保羅是把過紅海出埃及這件事 視為水禮 他用水禮形容 這個以色列人過紅海出埃及 過紅海出埃及是什麼意思呢 對以色列人來說 是上帝的拯救 脫離這個圍奴之地 埃及人的手 但對埃及人來說 這個卻是神的審判 當埃及士兵要過紅海的時候 海水就來了 全部淹沒 這樣就是上帝的審判 所以 從保羅的角度看來 水禮和審判是極之有關係 第二件事 我們看看比特禪書第三章 比特禪書在第三章 就形容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羅雅方舟 洪水這件事 是用水禮去形容 為什麼羅雅方舟 為什麼羅雅方舟 這個洪水毀滅這個世界 是水禮呢 很明顯 這個洪水是上帝的審判 對一個邪惡罪惡的世界審判 而比特就是用水禮去形容這個審判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水禮和上帝的審判 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知道 Mereadith Klein 一個很出名的舊約神學家 她寫一本書叫 By Oath Consigned 在這裡提到 水禮是上古近東時候的一個習俗 這個習俗是一個什麼習俗呢? 當一個強大的王國 和他的附屬國結民的時候 就立約了 如果這個強大的王國 發覺這個附屬國 是有一些不忠的事情 就要審問他們 審問他們 所以就要他 游過這個激豪 如果他游到當中 是沒頂 沉沒 那就是說他有罪 如果他成功游過 沒事 他就清異了 所以 在舊約近東的歷史裡面 這個就稱為水禮 而水禮 就是一個審判的過程 一個judgmental ordeal 所以水禮的起義 其實是跟審判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耶穌基督第一次來到世上的時候 他是被釘實字架 是接受上帝的審判 他代了我們的罪 被釘死在實字架 他是成就了這個救贖 耶穌的死和審判很有關係 耶穌是代罪的高揚 為我們釘死在實字架 不是去執行審判 而是去接受審判 承受審判 完成救贖 他被釘在實字架 就是因為我們的罪 釘死 到了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他就是執行審判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審判和末日是極之有關係的 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將火降在地上就是審判 而這個水例 就是耶穌在第一次來 就是承受了審判 為我們承受 是二代替不義去承受這個審判 但是 到了主再來的時候 他就要執行審判了 我們看到耶穌和猶太人的看法有些不同 這個看法正是代表了猶太傳統的看法 以為利昌阿尼 又是拯救 又是私人審判 好像火降臨一樣 所以若在路加坊第三章給我們訊息 他的焦點就是在審判 三章第九節說 現在斧頭已經放在樹根上 所有不結果子的樹 都要坎下來 丟在火裡 但耶穌就不像約翰那樣 他的重點 第一次來的重點 不是在審判 而是請求 醫治 和釋放 如果你看看路加坊第四章 耶穌第一篇講道當中 他就引用了以賽亞書 六十一章第一至第二章 講迪賽亞來的時候 是秘魯的得釋放 核眼的得汗見 受壓制的得自由 但他就漏了以賽亞 有幾句非常重要的字 這幾句就是什麼呢 是報仇的日子 耶穌完全沒有提報仇的日子 雖然以賽亞書裡面明明有報仇的日子 但耶穌讀以賽亞書的時候 就漏了這一句 因為他知道這個是屬將來的事 是他第二次再來的時候所發生的事 或者你們會問 那是不是舊日先知錯誤了上帝的計劃呢 那又不是 陳樂家就稱之下舊日先知 他們持有一個看法 就叫做Telescopic View 他的Telescopic View來看神救贖的計劃 是表示他們從遠次去看 以為救贖和審判是同一個時候發生 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大家會明白 如果大家開車由三藩市一路上去Reno 那你要上山的 這個Rocky Mountain上山 你從遠處去看 好像只有一個高山 只有一個高峰 但是車沿著山路去的時候 你就發覺山後有山 一山比一山高 施西約翰就屬於舊約的先知 他就從一個遠處去看神的救贖 一個Telescopic View 以為這個救贖和審判是同一個時候發生的 所以當他坐牢的時候 看不到耶穌的審判 他就找他的門徒對耶穌說 你是不是就是那一位尼賽亞來呢? 耶穌的答案就是告訴你 你告訴約翰聽 告訴你我所做的是什麼 黑眼得看見 秘魯的得釋放 他重述在路加工第四章所第一篇的講章裡面 意思說我第一次來是拯救 審判是要到第二次來 耶穌再來才有審判 八章會問 那現在的是什麼時候呢? 現在是介乎耶穌第一次和第二次來之間的時期呢? 聖經就稱為末世 末世不是耶穌再來之前很近的叫末世 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 已經啟開了這個末世 但這個末世又未曾完全完成 所以我們叫做一個叫 already but not yet的時期 而在這個時期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 紛爭 特別是家庭的紛爭 其實家庭的紛爭在舊約時期已經告訴我們 這個是末世的特徵 末世的特徵就是這樣了 他說 在末世時代 兒子藐視父親 女兒抗拒母親 媳婦抗拒婆婆 人的仇的就是自己家女的人 這是尼加書第七章第六節 所以早在舊約的時代 我們已經看到在末世的時代 家庭的紛爭 是一個末世的現象 末世的景象 這個也是尼塞亞太太的世間上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震撼 我們留意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 這個撕裂不是基於大家意見不同 興趣不同 性格不同 不是從一個的心理學 社會學的因素 去詮釋這個撕裂的問題 而是從一個的神學的觀念問題 因為我們在一個什麼時代? 我們在一個末世的時代 根據聖經所說 末世時代的一個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撕裂 因為基督降臨 而引起一個的撕裂 用英文來說 是一個theological reason 不是一個sociological 或者是psychological issue 而是一個末世時代 所謂eschatological 的特徵 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 這個道理 是因為 耶穌基督來到 臨在的緣故 而引起衝突 實際上我們看看 馬太方的第十章 耶穌也有提到 一個類似 跟路加方所說的類似問題 當耶穌基督說 當尼彩亞禮到西上的時候 不要以為我來 是太平 而是引起紛爭 尤其是在家庭裡面 的一個紛爭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如果你是跟隨耶穌的時候 你的價值觀 你的看法 是往往跟一個沒有耶穌基督 沒有神的生命裡面 看法很不同 就造成了一個撕裂的貢丸 其實撕裂這個字 分爭這個字 希臘文叫做 Diamaristo 這個字在《西洋聖經》出現過十一次 其中六次在路加方 兩次在試圖行展 換句話來說 這個字主要在路加方的著作裡面出現 這個字可以做分裂、撕裂、分割、分開 是一個語氣非常重的一個字 原因就是因為基督來到 利賽亞來到 令人紛爭 所以在馬太福音 耶穌就有這樣說過 他說凡是愛他的父母 多於愛我的 不配做我不同 愛他的兒女 多於愛我的 不配做我不同 你整個人心觀 你的價值觀 你的忠心點 是引起很大很大的問題 因為耶穌基督來到的時候 我們要全心 效忠於他 就因為這個緣故 在家庭裡面 就發生了很多的糾紛 這個就是末世利創壓力的一個現象 那或者我們會問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見到這個末世一個撕裂的現象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社會是一個 這個有撕裂的 這個是一個末世的現象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怎麼做呢 或者我們作為一個人 看到一個這樣撕裂的情況 怎麼做呢 我們要繼續看一看 五十四節至五十九節 五十四節至五十九節 耶穌這樣說 耶穌也對眾人說 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 就說 腰下大雨了 果然就有 起了南風 你們就說 要醋熱了 也就有了 假冒為善的人 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象 怎麼不知道分辨這個時代呢 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審量 有什麼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對頭去見官 無要盡力和他了結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交給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監裏 我告訴你 若有官民前 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在上一段我們說過 耶穌是以家庭分裂去強調 這個是審判日子快來到 在這一段 耶穌就警告我們 懂得分辨我們在一個什麼時候 時候這個字 希臘文叫Kairos 是一個時機 不可以容許我們錯過這個時機 猶太人 他看天色就一流 耶穌就紮備他 你這麼懂看天色 見到西邊有雲彩就知道 地中海來的西方一定帶來雨水的了 因為很快就會下雨了 你們看到那些風是從南邊來的 南邊是一片大沙漠 寸草不生 極其乾寒 甚是粗熱的 你就知道天氣一定乾燥 還有很熱 你對天色就這麼厲害 但是人生處於一個什麼時刻 卻猛而不知 神給了一些徵象我們 我們就很少理 不理會到沒有任何的危險 危機意識 你想一下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他們這樣呢? 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知識 不是因為他們的智力低 而是假冒為善 什麼叫假冒為善? 希臘文這個字 假冒為善 就是hypocritus 做起這麼做 自以為意 自以為自己了得很厲害 很了得 自己有能力可以應付一切 但是完全沒有危機意識 完全察覺不到 這個就是末世的時代 神的審判已經來到 而且就在我們家中發生 如果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危機的意識 知道這個是上帝給我們的標記 一個sign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些事情 做些什麼呢? 耶穌就在57-59節 去告訴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判斷 什麼時候你的呢? 你同告你的冤家去見官 還在路上要盡力跟他和解 免得他拉你到法官的面前 法官就把你交給法警 法警就把你下在監侣 我告訴你就是最後一小文前 還沒有還清 你也絕不能從那裡出來 耶穌用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來形容我們現在的時刻 也都告訴你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是什麼例子? 訴訟的例子 這裡提到法警或者差役 原文的意思 原文是practoi這個字 是說管理債務的官員 而這位仁兄 就因為欠人債 被拉上法庭 他知道自己理規 一旦罪名成立 就要坐牢了 為什麼不趁著還沒上庭的時候 在路上就和債主和解呢? 就是所欠的債全部歸回呢? 正如第59節說 我告訴你們 若有半文前沒有還清 你也絕不可以出獄 半文前呢 就是當時這個價值最低的銅錢 或者我們來做一個結論 耶穌講了大段聖經 講撕裂的問題 這樣對我們有什麼意思呢? 原來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末世的時代 一方面耶穌基督已經完成了救贖之功 只要我們肯悔改認罪 接受耶穌我們的救主和主宰 神必赦免我們 因為耶穌已經是為我們熟了罪 希伯來書的作者就稱這個時期 是拯救越和越納的時代 是一個Kairos 是一個極機會 所以這個是一個Kairos 是一個機會 我們就不要錯過了 要把握這個時機 否則就後悔莫及了 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上帝最後審判的時刻 主助來是一個最終的審判時刻 這個審判其實已經開始了 就在家裡面撕裂的現象已經是開始了 這個撕裂的現象之所以出現呢 不是社會心理政治的糾紛所致 而是一個屬靈的問題 亦都是與基督降臨息息相關 所以耶穌說 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 我告訴你們不是 哪是叫人紛爭 有很多人以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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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理賽亞來到的時候 就天下太平了 因為, 理賽亞成為和平之君 是嗎? 耶稣又说,使人默默,得人有福了,那为什么?耶稣竟然在这里说,我来是叫人纷争? 我们要明白,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带来救恩,但是还没曾审判,到最后的时候,曾审判的时候, 从一个乱局,变成一个和平的局面,新天新地,那就没有了纷争了,因为耶稣基督降临,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和逆转,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世人,自然不同,很自然就会引起冲突,我就想起, 旧约的,苍世纪第十一章,当那些人以为他们自己很有能力, 他们就去建这个巴别塔,塔顶通天,传扬自己的名, 神就降临在地上,于是他就乱了大陆,彼此纷争, 其实苍世纪第十一章,是可以从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是预表到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 当尼聪亚光临,神光临在地上的时候,是带来一个的撕裂,一个乱局, 这个乱局就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这个就是末世时代的标记, 也都是神审判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我们聪明的时候, 了解到这个分裂,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和神对抗,我们要和神打官司, 明知这个官司对我们不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趁着这个审判日子还没到的时候, 快点和他和好,免得受到永远的认罚, 从这一方面来看,撕裂呢,这个是一个警号, 我们要快点回转到神那里,免得我们永远受他的认罚,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或者你会问,我们今天面试一个这样的世界, 很多的思念,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或者在结束的时候,我就想和大家分享几样东西, 第一件事,我们要接受,这个是末世的征象, 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一个征象, 神光临到世上, 在末世的时候,尤其是再近主再来的时候, 这个撕裂的现象就越来越厉害, 我们要接受, 第二,这个撕裂的现象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有心理的原因,有社会化的原因, 有政治的原因, 但我们作为一个信徒, 既然我们看到这个必然出现的现象, 我们就从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 我们会问, 神啊, 你让我看到这个征象的时候, 我应该做什么? 圣经是很清楚告诉你听的, 我们仍然要做刚造仪, 我们要叫这个社会, 虽然是越来越思念, 明知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仍然要做一个和平之军, 我们仍然要做, 耶稣基督告诉你,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利, 但是我们的和睦, 不是只是说到人和人之间的和睦, 我们更加要说到人和神之间的和睦, 唯有人和神之间有和睦, 人和人之间才有和睦, 我们试试换了另外一副眼镜, 来看这个撕裂的问题, 说在我们的心里面, 未必会这么担心, 这么忧虑, 这么幽没, 从神的眼光来看万事万物, 我们就会知道, 神做万物, 各按其事,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住在世人心里,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佛, 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讲另外一个课题, 拜拜,